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孩子现在这个肠子里呢黑气一团很厉害 而且呢我看他这个肠胃已经动过手术一次 对的 他割掉了很多肠子 对 他的精神啊曾经有一度有忧郁 听得懂吗 他有忧郁也很长一段时间 我讲什么呢 我只能告诉你 你们你爸爸跟你妈妈两个人的感情啊 经常吵架 是的 现在小姑娘你不要去理你爸爸妈妈太多 管他们事情太多 爸爸也爱你妈妈也爱你 你是很正常的人就可以了 你最主要的好好念经 你相信台长好好念经 你救你这种病还是行的 我现在看你呢 这个刀呢开得还算不错 是的 他说他割得很干净 但是你如果现在再吃荤的还会再发 你马上要吃全素 好 就今天起好不好 你从今天起马上吃 还有小姑娘你年纪轻的时候妇科就很不好 妇科听不懂啊 妇科 那还有要记住 你要记住 你有一个神经器官不是太好 影响你的听力 所以你有时候听东西 人家跟你讲话 你听不大清楚 听不见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念经 你的腰有一点点歪 是的 经常腰疼 你的腰椎第三节跟第四节啊 有点突出 腰椎肩膀有点突出 所以你站久了腰就痛了 坐久了也痛 其他没有什么 身上也没有灵性什么的 86章 好吗 你妈妈有没有一个姐姐和妹妹过世啊 或者妹妹 有 有吗 有 我有 有啊 在她身上 跟你长得很像死掉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谢谢 她为什么我女儿一直坐闷她奶奶 梦见谁啊 梦见她奶奶 奶奶是吧 自从生病之后 哦 哦 奶奶在你们家里 奶奶在你们家里 你们家应该听到声音的 是的 而且是上半夜就开始了 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她就出来了 对对对 大概十一点十二点 对 她奶奶 她奶奶是不是墳墓不行啊 什么 墳墓啊 不是墳墓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你们不懂风水吗 好像墳墓 哎呦 要换个墳墓就好了 实际上换个墳墓 她晚上照样可以出来的 她就是挂念你们 或者你们经常讲到她名字 或者你们过去曾经对不起她的 她都会来找你们的 最好的方法 念小房子 把它念掉 要念多少 它就入土为安了 你听得懂吗 好 我告诉你们 你不要跟我讲 你们的 你给她买的那个棺材 也不知道是一个这块地啊 就是坟墓那块地啊 很好的 你们花了很多钱 我都看到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了 现在我看见她了 她的头发 她的头发 我告诉你很稀疏啊 很稀疏啊 对 眉毛往上翘的嘛 对对对对 对 好了 她要多少小玩具 你先给她八十张小房子 八十张 好吗 好 我告诉你 奶奶回来 就是一直在你们家里 你这样吧 我教你一个方法 赶快把小房子念掉 念掉之后 帮她去扫扫木 把她这个木地啊 重新边上栽几棵树 好吗 好好好 她现在告诉我说 她边上有一个人 这个鬼她很不喜欢 所以她就跑到你们家来了 哦 葳墓旁边 有一个人 她很不喜欢 葳墓旁边 也是跟我亲戚的 哦 那个亲戚跟她不好的吧 生前 没有啊 没有了 哎呦 那知道是冤结哦 哎呦 我赶快拿掉啊 啊 嗯 葳墓要拿掉呢 换掉吧 或者当中 怪不得她叫我帮 帮她的坟墓边上要 把树栽起来 栽进去 把树都栽上去 把它挡掉 是左边还右边 她这个坟墓 在比方说 她这个坟墓在这边 是面对的 坟墓 比方你们看见的 这个坟墓在这里 是吧 那是在这边 这边 坟墓的这边 右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右边是我亲戚的 对好 所以你们要相信啊 不相信不行的 呃 要换身多少鱼 吻鱼儿 八千条 八千条鱼 好吗 好 要怎么念经呢 每天念大悲咒心经 嗯 还有礼佛 好 还有小房子 好 小姑娘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好好念 两年半之后 还会复发 我一定好好念 你好好修心 好好念经 好 明白吗 不要难过 因为你的感情运也很差 所以你不一定找得到好的男朋友的 或者男人的 你听得懂吗 我已经有老公了 有老公了是吧 嗯 你这个老公 你好好的跟他念姐姐奏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跟他老吵架 好 我会不知道的 那 那 还怎么就是太直了呀 呃 台奖是 呃 随后帮我 老公带是吧 在下面啊 没有 没有 没有我就讲你 讲给你听啊 你要当心你老公啊 怎么了 嗯 小气 很小气 话都听不得的 明白了吗 是 不听话 还有不可以花钱 还有尝释放钱 尝释放钱 明白吗 谢谢 谢谢 台奖 好就好在什么 看见女人呢 她心动 没有行动 好了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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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看得见 好了好了 嗯 赶快赶快 人呢 他心动